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藏了 出来吧 没想到 你竟然是出现在一个人类身上 不然我还能出现在哪里啊 消散于天地之间 不说啊 你怎么让火龙带替你说话呀 直接出来不行啊 不不不 我现在还不能轻易现身 今日被你发现 你爱怎样怎样吧 不过那人类 你别和他计较 那么就时间了 你还是在意人类 咱们老朋友聊聊天 不行吗 罢了 我与你们四个 谁都谈不来 一万年时间 还是不能抹出你心中的痛 我们只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 难不成 你想反抗他 是有如何 你若是想告密 就去 你若是想杀我也可以 反正我与他已经是本命相连 对 罢了 你走吧 你如此相信这个小家伙 我倒是想看看他到底如何厉害 唉 何必呢 想要控制我就直说 这次只是身为老朋友 想见一见你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雲先生 您醒了 黄青 这是哪里 雲先生 这里是荒店啊 看到大荒山塌了 我还以为您遇到危险了 好在 最后在金枝入口处将您找回 哦 金枝入口 我不是坍塌的时候 被火龙卷走了吗 走到了金枝入口处 雲先生 您没事 真是太好了 啊 黄青 我有点口渴 你给我少点水吧 好的 雲先生 您稍等 怎么丝毫没受伤的感觉 反而觉得力量更充实了 朱剑桐 是不是你搞的鬼 关我什么事啊 你没危险不就行了 分那么多干嘛 我需要休息 你不会 拿到大陆本源了吧 或者 你进了大陆本源了 你小子别乱想了 我与那老头 才不会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关系 我说什么了吗 你 雲先生 我东荒 按照你之前的嘱咐 联合云盟和三级殿 将那各路大军 杀得片价不留 这次 当真是您立了一大功了 放心 好机会挨在后边 不过有件事 我或许 该向您讲一下 什么事 据说有一位名叫王仙雅的女子 似乎被人抓走了 谁 我也不知道是谁 那些人实力强悍 衣着都很是特殊 而且胸口处还绣着一个镇子 镇子 为镇宗 雲先生 您说什么 没什么 让我思考一下 怎么回事 一万年前设置的禁制 被那火龙直接破开了 放进来了三千小世界的人 将那些人抓走 而现在 又让那火龙将封印封上了 云先生 您怎么了 我没事我没事 可是抓了人之后 封印又被封成了 我又如何进入到三千小世界 云先生 现在似乎中周之上 得知东方发生了事情 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 现在都在对四大入侵势力的人出手 云甲 巨仙阁 雷神鼓 都忍不住出手了 不过 三极殿和你的云蒙 并没有什么举动 黄青 将冶父亲叫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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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